台股奖的话 那么民众也可以多拿一点年终奖金了 不过我们看到台股昨天是下跌9点 收在8433点 单日指数反弹创新高之后拉回 第一金铜系黄善恒就提出了建议 他说大盘目前未在反弹过高之后的强势整理 短线震荡的可能性上升 也建议投资人持股比重仍然与善加控制 选股方面他建议大家可以留意速化龙头股 中国收成股以及高价中小型成长股 更多的资讯赶快带你来看今天的就是问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